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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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喜歡就是待在家裡的女孩子 就是把自己打扮像公司 運動型的嗎 對 然後呢 比方說像 這個舉例很怪嗎 我也是不希望 就是說也不像太強勢 錯 黃少爺 快 我也不希望太強勢 你可以運動但不要太強 可以運動 但不能比你強 你把它當女朋友撒嬌一次 好 王法英 還是你覺得男的不舒服 你可以對他很強 沒有啦 就是 你會怎麼撒嬌 就是譬如說 譬如說現在要去吃飯 好 然後我就說 寶貝 不是餓不餓 他一直說餓 然後我就說 那我們去吃飯飯好不好 好 唉唷 同身為您 永遠長不大的男人 歡迎收看 開運建定團 大家好 我是協志 我是雨柴 是的 今天我們的主題呢 就是 簡稱 你是嗎 你是個幼稚鬼嗎 沒有 我要先問你 為什麼 就你們那個女生堆啊 在聊天的時候 女生堆 女生在聊天的時候 會不會常常講說 我們家那個男朋友好幼稚 那個男人好幼稚啊 我跟你講 男人都幼稚 我說真的 請離開 謝謝 男生的感覺都會比較 慢成熟 哪會啊 那我會幼稚嗎 因為你老啦 好 今天我們請到這兩位 可以說的是 演藝圈雖然是年輕 但是卻是幼稚的一個代表 好 所以我們首先邀請第一位 就是5566 王少偉先生 是幼稚鬼 是 有 很早上節目 那麼沒有自信的 然後也是直接擺明出來 掌聲歡迎另外一位 很幼稚的黃綠龍 對 幼稚鬼 對啊 然後開心不起來 你要讓這個來賓 所以我們今天就是想要 澄清這個事情 我不用澄清喔 是真的很幼稚 沒辦法 有時候有幼稚 你都覺得會受不了 幼稚二人子 我覺得他比你差 我是來爆他量 你們待會兒再互相爆料 我們今天介紹完老師之後 馬上切入讓你們 互相插對方好不好 好 OK 來 馬上介紹老師 歡迎我們的新作專家 趙心如老師 歡迎趙老師 指揮達人 詹維忠老師 歡迎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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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要請問的是王少偉 你覺得黃綠龍是一個長不大的男人嗎 他有多幼稚 請舉例說明 我跟你講 我沒有辦法接受他就是那個 他我覺得幼稚都還好 但我覺得最嚴重的是 我沒辦法接受就是他打電動的習慣 你知道我們那個常常 打電動不OK嗎 沒有 比如說我們下去那個 中南部宣傳有沒有 比如說台北走到高雄 他本人睡不著就算了 他可以從頭到尾就是 一個這個動作這樣 然後到高雄還是這個動作 這就算喔 到內地宣傳喔 跑遍大江南北 他還是都是這個動作 請問你不能在家裡玩嗎 沒有 因為這個 現在不是有出這個 掌上心的遊戲 家裡就是玩 好愛打電動喔 對啊 家裡就是有TV game 專門用電視來玩 家裡玩大的或出外玩小的 怎麼那麼愛玩電動啊 而且他很厲害喔 他就是你知道嗎 他打電動就算了 他還研究電動裡面的角色喔 然後他有一天來跟我們大家 就叫大家一起集合 183一起集合說 你覺得這個人要戴 因為他可以添購自己的行頭喔 然後還可以刺青部位要刺哪裡喔 他說你覺得這個人要怎麼樣 我說你弄得好像許孟哲喔 真的啊 戴風的 所以打電動在你人生當中 是非常重要的電視嗎 就是其實站因為每天都會 對 就是生活的一部分 好 黃宇龍 你覺得王少偉呢 王少偉實在太多了 他略成熟了其實 這是一個好一點 我跟你講 我認識他到現在 就是他有太多了 像比如說他的這個 常常忘東忘西 因為我覺得他 其實像一個非常需要人家 照顧的小孩子 因為他基本上是一個生活的 有一點智障 生活上的智障 他擁有一個很Man的躯殼 但其實是小孩的心臟 然後最近有發生一件事情 就是他 因為他這個新居 然後他要找一些 這個盆栽之類的東西 對 然後有一次他就去這個 這個盆栽店 然後選了一顆這個 綠色的植物回家 然後他就很細心的照顧他 每天澆水 然後每天就是呵護他 然後他還怕他就是曬不到太陽 然後還把他拿到陽台 然後最後呢這個 這個什麼 這個綠色的植物呢 他就開始慢慢的快晃 我很難過你們 這個 你們把我把你們的快樂 建築在我的棟土上 不是 後來追究的原因 是因為這個 他實在是太過度的照顧他了 過度照顧他 過度照顧他 結果把他澆水澆到死掉 對 這個故事我也知道 他買了一個盆栽 然後他就一直擔心他會死 他叫小綠 我有叫他小綠 他買了小綠 他就很擔心他要死 然後他就毛起來灌他的水 結果就死了 不是 因為你知道嗎 因為我去問 然後才知道他那個 因為我看他那個葉子 已經變黃了 我想說他應該是那個水分不足 一直加啊 而且他越來越紅越來紅 那可能是太陽照不夠 又把他推到陽台去 然後推完之後 他就回來再繼續加水 因為他越來越紅越紅 後來那個賣我花斧的人 他就拿回去檢那個診斷 他說你這個是溺死 溺壁 小綠溺壁 他說從來沒有看過室內 對 他說從來沒有看過室內盆栽 把水加到這麼誇張 加到這個盆栽溺死 你這不只是幼稚了吧 就是還沒有嘗試之類的啊 對啊 所以說他真的是非常 不是想做廢話 沒有 其實王少爺算同心未明 你知道為什麼 因為他就是喔 他就是 我覺得他可能也想要在好玩 他就覺得很多東西很好玩 比方說好了 張維生老師 他可能在玩一個新的東西 對 可能他發現喔 那一般呢 就欸 老師你在做什麼這樣 就會正常對不對 可是他不是喔 他的反應就是看一看之後 那什麼 那什麼 我要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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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小孩喔 對 他人就很大一個啊 可是他常常就會有這種舉腳 好動作 是不是 王爺就是這樣 表演 快點啦 試一下 王少爺 王少爺 等一下 王少爺 我現在知道我有這麼討人厭 不是 我如果他有好玩 我就喔 看一顆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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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個還算MAN好不好 對啊 你那有多少 為什麼 真的 真的 就這樣子好不好 真的喔 有時候他平民其實已經 上台經驗非常豐富了嘛 然後有時候看到很多的 這個歌迷朋友 他還是不敬會非常的興奮 好多人 好可惡喔 沒有 不是 然後他還有很多很好笑喔 小朋友 小動物 他只要一看到就 好噁心喔 對 他有這種動作 我改十天了 好不舒服 好 所以其實他算同心未敏 對 其實同心未敏跟星座很有關係 所以我們趕快來問一下 我們的趙老師 怎樣的星座的男人 是幼稚鬼 是童心未敏 長大的小孩呢 我們這個部分可能要 從太陽跟火星來看 因為火星 對一個男生來講 他算是一顆重要的星 因為火星是你的原始動力當中 你會很原始呈現出來的一個特質 所以呢 其實有時候你看一個男生 反而看他的火星更能夠知道說 他個性當中一個特質會是什麼 我們來看看現場呢 協制呢 是雙魚 火星是巨蟹 然後玉蓉是牡羊跟雙魚 我們少尾全部都在射手 太晚了 完蛋了 所以我們來看看第三名呢 是太陽火星在哪個星座呢 我的太陽座他的火星座 其實喔 這個太陽火星在雙魚的男生 是那種很溫和的男生 你看到他的時候覺得他很溫和 然後有時候笑得傻傻的這樣 然後好像很天真的感覺 但是呢 他有一個特質就是說 有的時候 人的iPhone的時候 他就開始裝瘋賣傻 然後很喜歡看到人家很快樂的感覺 最重要的喔 其實他們會有那種 從小到大 都會有那種 一種特質 就是喜歡去蒐集一些 小朋友可能在玩的東西 可能蒐集電動玩具的 或者是蒐集一些什麼 什麼公仔啦 或者是說那種小孩子喜歡的啦 就是說他會有這樣的一種特質 當然啦 對他自己來講 他覺得說 這是一種童年的感覺 這是一種可能讓自己放輕鬆的感覺 對 所以是一種很溫和 就是說會讓人家覺得說 這樣的感覺像小男生 然後 不是有什麼特別大的動作這樣 好 我們來看看第二名是 太陽火星在哪裡呢 獅子座 太陽火星 許孟哲 很喜歡那種可愛的感覺 你們川地怎麼都是些幼稚鬼 好奇怪喔 然後很愛講話 好奇心特別重 然後呢 像小朋友一樣很喜歡發問 可是呢 當他發問的時候 譬如說他才一發問你要講的時候 他馬上開始搶你的話講 就很像那種小孩子的感覺你知道嗎 就是說呢 好奇心特重 然後特別喜歡問 然後呢 有的時候還喜歡裝可愛 就會 還會特別問人家說 你覺得我這樣可不可愛啊 你覺得我這樣怎麼樣啊 好餓喔 然後呢 有時候有一些小小的這種很 在外 就是說人家的 大人看起來的感覺就是說 你真是夠了 就是說 會覺得說 突然比如說人家坐下來的時候 去把椅子拉一下 但是呢 他應該是不至於說 讓人家真的摔跤或怎麼樣 而是說 好 你不要坐下去喔 就這樣 可能會有這種 對 惡作劇的動作 所以呢 當然啦 喜歡的人就會覺得說 還滿可愛的 可是有時候就會覺得說 真是無聊 對 太無聊了 好 那我們來看看第一名 我想大家應該都應該知道 第一名是誰吧 對 榜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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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刻意安排的嗎 沒有 本來射手就是這樣的特質 而且我們要知道 不可能 真的 本來射手就是幼稚 本來射手就是幼稚 對 破心呢 本來就守護射手 而且其實射手 在星座的神話當中 他這個其實是比較沒有心機的 然後比較天真的 然後呢 太陽火星在射手的人 他的特質是 他其實還滿愛冒險的 然後呢 他又很喜歡玩遊戲 但是呢 也很喜歡交朋友 更重要的是 他喜歡做無聊的事情 就其實像剛才 鞋子講這個 少尾的動作是一樣 而且有時候他 從後面走過去 他去跟你打招呼 對 明明人家也是背對著你 他走過去 他就故意這樣拍你這邊的肩膀 然後這個人可能會轉這邊 他就覺得說 我在這兒 好無聊喔 你 真的耶 最近還有流行一個是這樣 又來了 這樣… 鞋子 就直接打招呼 所以我覺得玩的是 你自己會很開心嗎 對啊 別人都會覺得 對啊 其實好像是這樣 因為他就精力充沛嘛 然後又喜歡朋友 他就覺得說 哇 這樣很好吧 因此呢其實 太陽火星在射手的人 其實會讓人家覺得說 他是一種 比較長大的感覺 但是呢 跟他在一起的感覺是很舒服的 因為會很快樂的感覺 好 所以這是 同心為民的 奇恩三名排行榜 對 但是其實玉蓉說 你很喜歡打電動 最長啦 連續你可以打多久的時間 連續喔 一天一夜吧 有喔 舉例說明 就是像 我剛剛講的一天一夜 就是 對啊 那一天一夜 對啊 因為那時候有時候 我女朋友會來住家裡 對啊 然後我就是 就是他休息 然後我就打我的電動 然後後來到了 要睡覺的時間 就是他已經要睡了 然後我還在那邊打 那因為打電動就是很 有聲音嘛 然後我又 因為打電動一定要有聲音 沒聲音又怪 聲光效果很重要 對 你要那種感覺 才會在那邊玩 然後後來他就一直覺得很吵 然後就是因為這樣 然後我又不肯睡覺 然後我就先哄他睡 我說那你趕快睡覺啊 然後哄完以後 然後繼續回來打 然後他又被我吵起來 然後最後他就不爽 等一下跟我走掉 最後就離開了 他就離開了 那就繼續打電動 對 然後後來 我要去追他對不對 然後我就先把電視關掉 所以我想這段戀情 最後應該是以分手 是嗎 雞二中吧 是這樣嗎 這個後來有別的因素 有別的因素在 應該不至於會導致分手 但你打得這麼嚴重 是滿有可能的 因為通常女孩子就很不喜歡 男生把他擺在一邊 對啊 我覺得等一下玉蓉哥 要好好看一下自己的首相 因為從首相呢 你就可以看出這個人 他是不是很愛玩 而且愛玩到 會把另外一半擺在一邊呢 來問一下詹老師 好 我們這個 有時候很愛玩 把另一半擺另外一邊 要看什麼事情發生 好 我們看這個 這個紅線當中 有沒有看到這個生命線 有這個生命線裡頭有沒有 末端有一個分岔的紋 有一個分岔的兩條 三條 當你的男朋友 有這種情形發生的時候有沒有 當然他代表旅行文 也代表我們說的 愛情的一個走私的文 他主要發生的事情是在什麼 在他出遊的時候 他在外地旅行的時候 他單獨自己出門的時候有沒有 包括我們說移民或是遊學 或到外面出差的時候 這個時候他就會 我們所說的愛玩 但是把另外一邊擺在一邊的意思 另外一邊的意思 其次就是我們所說的 整個來說我們說這個 中指跟無名指長短落差很大 我們是研究事實會有這個情形發生 代表他為什麼原因在這裡 這裡就是中指 中指代表我們自己本人 有沒有看到 那這個我們說的無名指代表 你的配偶 你的女朋友或對象的意思 當他長短落差很大代表什麼呢 你們的家世 落差很大 你們的學歷可能落差很大 你們的興趣可能相著 你們很多的觀念都不一致 這個時候他就會容易愛玩 但是會把另外一半擺一邊 自己去找別的女孩子 這個發生的原因 跟之前的什麼出去出遊都不一樣 是觀念 想法 生活 完全節奏不一樣 所以有這種情形呢 你應該把自己的生活習慣 跟他做更多的投入 更多的互動好不好 王莊你剛剛說什麼 三個都一樣長 還好 你看幼稚鬼 三個都一樣長 沒有想法沒有落差 都是一樣的 其實就是我們說婚後的情形 比較嚴重的看這個好不好 平行的婚姻線但是間距很大 平行的婚姻線 這裡是不是婚姻線 但是有平行 產生這個中間的距離很大 它代表什麼呢 婚後依舊 婚後依舊把太太冷落 自己故作忙碌狀 但是東奔西跑 這個時候就產生一個 我們他自己跑去玩 他把自己的愛人 拿氣勢放旁邊 而且這種玩是有 這種線索呈現的是 婚後會的現象 婚前還不至於這麼明顯 間距大不大呀 它的好像都還好吧 老師你看 對啊 王少偉應該是還好 我認為王少偉 是一個結了婚之後 會很愛他的老公 王少偉這裡 第一條線滿短的 代表婚前曾經有過 跟別人同居的紀錄 然後這個第二條線 在45歲這條線 這條婚姻線滿長的滿深的 代表對愛情婚姻很執著 但是那條婚姻線 後面又多了出一條分岔線 代表外遇嗎 這個好明顯 王少偉你雖然是 老師剛剛講的 王少偉你雖然是第一次來 但在本節目常出現你的名字 對 這個本身來說 它本身有三條 這個我們所說的 很明顯的這個結婚線 可是這裡是代表少年 代表老年 代表你25歲以後有沒有 有一條非常長的這條線 代表你有一段 30歲前後有一段很好的姻緣 但是後面 不要緊張 但是後面兩條也是滿明顯的 但是越來越短 代表你的婚姻緣到老到中年 還是依舊很有異性緣 要結婚要跟人家同居 還是會有機會 有結婚還會穩喔 期間之福喔 你的是兩條比較單純 但是你往後面有延續 代表有 怎麼講就是婚外情的延續 期間之福就是會有別的女生 好 兩位請不要擋到主持人切 不好意思 走開 好 那本身玉龍是 越來越短越來越短三條線 代表每一段的婚姻 每一段的感情 其實是慢慢的比較穩定 比較理智 但是不像剛認識 那麼樣的第一段的感情 那麼樣的轟轟烈烈 那那個本身來說 稍微是第一條線稍微 但越來越長 那就有延續後續 代表還是有這個婚外情的機會 好不好 好 我們再由這個面相 跟大家講一下 來 為什麼這個人 我們說的 他說 這就是 兩眉之間有沒有 眉距過短 這種人呢 為什麼會有這種現象呢 把這個愛人擺一邊 他很多率很緊張 他總是認為我們兩個人 很多地方都觀念不一致之外 興趣也不一致 而且多率緊張 很擔心被甩掉 而自己喔 先甩別人也有可能 或是因為要從異性啊 或劈腿來建立自己的自信心 是屬於兩眉比較接近的 好不好 這兩個都有可能中獎 好不好 像那個玉琳就有這個 玉蓉 玉蓉就有這個機會了 他比較窄 很怕被甩的情形下 可能跑去劈腿也規定 我的很寬 對 你蠻寬的 一指半 一指半以上才叫寬 一指半以上 以內都叫寬 我這可以三四五指呢 你把蟲蟲集中 全部都一排的 不斷的傳出幼稚聲 玉蓉本身擔心有時候 愛情自己當然很英俊是沒有問題 可是怕 對方 沒辦法 我比較沒自信 沒自信 所以他必須藉由 故意把你冰一下 然後到外面建立別的愛情 使自己更有信心 了解 OK 其次我們說的話 眉毛少 頭髮厚的人 比較交友 雖然不是那麼廣闊 但是眉毛厚的人 代表性慾比較強 所以他愛玩 主要是內分泌 男性的荷爾蒙過多有可能 好不好 頭髮比較茂密的 比較厚的 代表性慾很強 眉毛少的 有時候代表交友比較少 代表什麼意思呢 他會在朋友當中 會選擇自己的這個 我們說的劈腿的對象 但是因為性慾蠻強所造成的 了解 第三個 人中有紋路 就是本身性能力有差 性能力不好 但是不肯承認 但是不能滿足心愛的對方 這時候他就可以把愛 繼續愛玩 然後把另外一半放旁邊一次 證明自己是很雄壯的男人 了解 好 兩位呢 他因為都很愛開玩笑 在跟這個女朋友相處的過程當中 有沒有因為開玩笑 開過頭了 對方抓狂的 生氣了 黃毓榮先講一個 抓狂 有一次啦 就是 然後我想說 他一下 結果一抓這句他馬上變了 他說對啊 開玩笑 開過頭了 對方抓狂的 生氣了 黃毓榮先講一個 然後那時候 就是他 比如說他跟他朋友很多 男生女生朋友都很好這樣 然後我最不喜歡聽到 就是女朋友說 我跟那個男生朋友很好喔 然後我就開始胡思亂想 我聽到這句話我就覺得 阿是有好到哪裡去 然後後來我就覺得 對啊 我想說你們是好到什麼程度 然後我就突然冒出一句 我說很好是不是 好到可以抱在一起睡覺喔 就這一句話 因為其實我是有在吃醋啦 然後我想說叮他一下 結果一叮這句他馬上變臉 他說 而且還睡了好幾天了 對 我變臉 沒有啦 就是開這個玩笑 對 可能這個技巧不太好 可是你當時是真的有在生氣 也不是說純心要開玩笑 因為我就是有一點吃醋 所以你就是半開玩笑半生 對 如果是你男朋友這樣講 你會生氣嗎 還好耶 還好 我不會生氣耶 我就覺得還好啊 就覺得他在鬧啊 可是因為你是真的可以 你跟朋友抱一起睡覺 不是 對 我可能就會用開玩笑的方式 你就說 對啊 我們可以好到抱在一起睡 但是也是開玩笑的 想辦法化解掉那個 對 後來有吵架 為了這個吵架嗎 吵架啊 因為他 多尷尬啊 獅子座的他可能也是 愛面子 對 然後背我這邊一叮 你這個比較偏向吃醋 對 我這個比較吃醋 王少偉咧 你應該有吧 跟女友開玩笑過 這個 講我的案例之前 請先跟這個當事人道個歉 好 以前不懂事啊 那時候 就是那個 魚人節嘛 那時候就 展現出實力派的演技 對 我告訴他說 自己在講 我覺得我們還是不適合 你們有分手嗎 他當真耶 因為他不知道那天是魚人節 你知道嗎 正常沒有人會去記魚人節 對啊 對不起 結果呢 然後呢 難過啊 哭了 因為他覺得怎麼會那麼突然 然後我還一直演喔 我還說真的沒有辦法 那好過分喔 對 真的過分 後來呢 你掛他電話 沒有 我當面講還不知道 當面 我一看到哭你還繼續整他 你還玩當面這個遊戲 那我後來 他哭了 我就 我就嚇到了 我就說 沒有 我跟你開玩笑 今天他就走出去了 他就離 就是那個離開現場 對 然後就是 事後我就一直跟他道歉 因為他真的生氣了 他真的很難過 那我也覺得 你們是很相愛的情況底下嗎 我也覺得這不應該 因為我覺得不可以拿這個 當開玩笑 開玩笑 對 因為 我覺得這有時候 你要認真起來 感情的事情要認真起來 很認真嘛 那所以 就經過那一次之後 我就再也不敢開這種玩笑 那你當初怎麼會有一個 這麼無聊的構想呢 這個構想其實 也不是當初 這個構想是從小到來一直不講 對 他們去做很多無聊的事情 然後不斷的在無聊當中 遭受到挫折然後成長 其實真的就是有人這麼白目 然後又愛開玩笑 所以我們現在就來問一下 我們黃士巡老師的 是 到底你是不是這樣的人呢 好 妳是一個白目 開玩笑的人嗎 就是這張牌 第一張牌A 是這個有數月的精靈奇狐狸 第二張牌B 是逆味的一個精靈的魔術師 第三張牌C 是太陽底下面 有兩個精靈在跳舞 但是逆味的 第三張牌D 是這個精靈 拿著一個狼牙棒 然後1號這邊的1的牌 是兩個精靈 然後擁抱在一起 好 所以哪一張牌呢 觀眾朋友 你是一個白目又愛開玩笑的人嗎 這裡有5張牌 請平直覺選一張黃玉蓉先生 A A A 王少偉先生 E E 鞋子是C 鞋子是C 幼稚 真的 來 來 換妳 我是最後一張 也是E 對 E 好 趙老師 我剛剛買也想選E 可是講到少偉就選E 所以我要選B 選B 好 詹維忠老師 我選了狼牙棒的D 狼牙棒的D 沒有人選他 好 所以觀眾朋友也請趕快決定 憑直覺有人選沒關係 好 再看一下 請如果是這個A 跟這個玉蓉一樣 你是個白目 要開玩笑的人嗎 我們今天看的是白目的指數 我越高你就越白目 80分 白目 白目 你這個白目 白目 造成傷害 超準的耶 你看 言語尖銳對不對 對 他其實有的時候 有可能是無心 但是會因為說話太犀利的情況下 讓別人招架不住 所以說 你怎麼這樣傷人 這樣感覺好難過 因為他這是這個 寶劍其實是 風元素裡面的火元素的關係 所以他會有一種這個 說話 有這個有點傷害性 那基本上 他喜歡開別人玩笑 但是他 開不起玩笑 黃玉蓉會這樣子 有嗎 他的頭要抓狂 黃玉蓉有一些他自己 他其實能夠 給人家這個開玩笑的這個 能夠接受度很大 但是他有幾點 千萬不要跟他開玩笑 什麼 比如說你一直講他就是說 比如說感情方面也不能開玩笑 比如說他很認真 比如說他在唱歌好了 他如果很認真的在做唱歌這件事 你如果跟他開玩笑說你唱歌 真的很爛很爛 那他會生氣喔 真的啊 就算你感覺大家都知道他在開玩笑 但是他明明就是很用心在唱歌這塊領域 你如果講話唱歌很爛他就生氣了 就有幾個點你是沒辦法接受 對…這個有發生過 就有一次跟宣傳去 真身的禮物 對 有一次跟宣傳公司的宣傳去唱歌 然後就是小獎 就是那個白木獎 就是我們公司的一個宣傳 然後就是像少爺講的那樣子 有在唱歌 然後我很投入 然後非常認真在唱這個歌曲 結果後來他就說 183有你這個唱歌那麼難聽的 在那邊幹嘛這樣 就是講這種話來刺激我 所以我當場變臉 我就罵他 斬話 真的假的 因為我真的被他刺到 他就是會有一些東西 你是不可以去超越那個界限 但是去KTV 應該是好玩吧 可是我去KTV都是在練歌 都很認真是在練歌 真的 所以其實 所以這樣講下來 所以這樣講下來 以後再分擔那個費用 要多付一點 對 因為你... 對 人家KTV都沒有握到麥克風的感覺 很認真的在練 然後我在那邊印象 我跟他們唱歌 印象最深就是吃好飽 一直吃 一直在吃 因為... 難怪我都很... 我一直唱 八十分 所以這個風元素裡面的火元素 現在反過來看 看火裡面的風是怎樣的情況 看到你選D 跟詹老師一樣 你是個白夢開玩笑的人嗎 看一下答案是 白夢數有多高 六十分 說話完才開始思考 為什麼呢 因為這樣的人 基本上好像是一個說話 像是子彈列車一樣 講一句話就... 我剛剛講了什麼不得體的話 還後悔 對 所以他也會有這種 因為說話太快 舌頭暴走的狀況 大腦還在第一次思考 舌頭暴走 想說 剛剛講什麼東西已經太記得了 最後來不打 這樣 有這麼一點感覺 對... 所以要稍微... 稍微思考一下 再把這東西拉回來之後 反出以後再來講話比較好 好 六十分 也有點高 好 再看一下你選的如果是C 跟鞋子一樣 你是個白夢 又愛開玩笑的人嗎 什麼呢 待人寬厚 說話小心 真的 超準 基本上這樣的人他是一個 不會講什麼難聽的話 譬如說 他假如覺得說這個 剛剛舉例子 趙老師 他覺得趙老師有點胖 他就覺得說趙老師 那個穿這個衣服 感覺上還滿瘦的 他不會講什麼難聽的話 但這個聽起來更尖酸科普 對啊 怎麼會這樣 因為基本上 他其實不喜歡講難聽的話 得罪別人 他說他其實很小心一點 不會 我會直接說 最近伙食辦得不錯 大概是這種的 意思差不多吧 對 但是比較沒有什麼傷害性 而且他那個Range比較大 不要開得起玩笑 待人寬厚 20是最低的 對 不一定不一定的 最低是0分 很難講 對 好 再看一下你選的答案 如果是B 跟趙老師一樣 你是個白夢又開玩笑的人嗎 看得數多高呢 100分 你看狀況 有白沒照 而且他現在來過鬼是趙老師 趙老師做錯地方了 其實 我應該坐在他們中心 對 其實這個性格團體對不對 所以 其實一個 不論是因為跟這個水星對應 水星對應是跟這個 觀察力有關係 對 他比較容易呢 在一些狀況 譬如說明明人家已經性格不好 還跟他講得冷笑話 讓他心情更差 或是說他已經家裡面 有什麼一些喪事 有什麼死人跟天堂的笑話 講得很高興這樣子 然後覺得雪上加霜 這應該是你的 剛剛是因為你選1 所以我本來想選1 所以我不選 沒有 我一直覺得1 是一個最好的那個 所以應該是顛倒了 今天這個磁場有顛倒 有可能 好 我們來看一下 突破選的答案是1 跟邵偉跟趙老師一樣 你是個白夢又開玩笑的人嗎 零 謝謝大家 好 有可能 我們 幽默風趣 恰到好處 確定恰到好處嗎 我們先看一下 這個獵人其實是一個 這個代表結合的牌 這意思是什麼呢 因為他能懂得這個 人跟我之間的差異在哪裡 譬如說他可能知道 可能這個鞋子 他設下什麼樣的玩笑 他覺得他應該會很高興 可能譬如說玉蓉 他可能設下什麼樣的玩笑 他會看起來很高興 所以他基本上呢 懂得別人喜歡聽什麼 而且也會自我解嘲 開自己的玩笑 他也覺得沒有關係 就比較會看臉色對不對 所以你這個算厲害 超準 就是你會依人 而決定這個人的玩笑是什麼 真的 純純純不能亂丟 所以基本上你就是 以個人的特色 然後跟他開玩笑 對 比方說好啦 夏語蕎的等級 就是只有讓你回頭 他的等級就是這種 最低等的 謝謝你 好 因為開玩笑其實有分 就是程式跟邏輯 太深的有人根本 你講的他也不會笑 對 直接一個反應一個表情 那個是最低等的 對 好 這個就是呢 白目又愛開玩笑的塔羅牌測驗 好 接下來我們要問一下趙老師 既然有這樣白目的男友 那什麼樣星座的女孩子 可以治這種白目男友呢 夏老師 今天我們要從太陽跟水星來看 因為水星呢 其實就是你 這個頭腦當中 快速思考這個動作的想法 然後呢 對女生來講呢 其實就是針對另一半 你可能會有了動作 像剛才我們在前一題的時候 馨如老師有說過 男生呢 其實看火星還滿像他的個性 女生呢 其實看水星 就知道說 他會對他男朋友 有一些什麼樣的動作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囉 這個 現場呢 恰恰呢 都在處女座 我們來看一下 太陽水星第三名 是在哪個星座呢 就是我 你專制你們這種白目男 難怪他剛剛那個阿丹就是 小哥要扯他 如果說拍戲的時候就是 你跟阿丹在一起喔 沒有啦 沒有啦 他那亂就過 不是說起來是你好誇張 都分那麼久了你 沒有分 我還講是很欠揍耶 你看水星呢 在處女的女生 我們知道其實水星本來就是 守護處女座 所以呢 她的心眼其實很多的 只是說呢 她會先按兵不動 那當她的男朋友呢 有一些這個白目的動作 或是語言的時候呢 她到這個一個極限的時候呢 她就會快速的 而且是珠蓮砲似的 完全不換氣的 狠狠的把它埋頓 真的啊 好準喔 那她男朋友 大家都覺得耳朵都長繭了 妳會這樣喔 我會耶 我會一直嗶… 憋到一個點 我覺得這個事情 真的太嚴重了 你真的白目到一個步行的時候 我才會一次把 就爆發 十年前啊 多久以前一次翻出來 即便幾號的時候 民國幾… 全部都翻出來 這麼恐怖 而且也是不換氣喔 就一口氣講完 講到她男朋友 可能耳朵都長繭了 從此就會 耳朵流血 從此就會記住說 要小心一點喔 只能下一次 另一個耳朵也長繭了就糟了 好 所以我們來看看 第二名是太陽水星在哪個星座呢 牡羊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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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她覺得說 有這樣幼稚的動作 或是說無聊的語言的時候 她基本上是 聽一下 然後再看她會有什麼動作 接下去呢 再想清楚呢 我搞清楚狀況的時候 你到底在幹嘛的時候呢 接著呢 嘴 手 腳都同時 會到達她男朋友的眼前 嘴巴就會開始唸了 手已經開始過去了 腳大也踹過去了 意思就是說你在幹什麼 你這種無聊的事情 你也要講哩哩哩啪啦 然後呢 手腳一起來 所以呢 就會讓她男朋友知道說 絕對不可以亂講話 絕對不可以 有隨便一些這種無聊的動作 這樣子的話會傷到我的 所以呢 就會讓她很清楚明瞭的知道 好 我們接下來看看 是太陽水星在哪個星座呢 最近這個星座一直上榜 還滿紅的 對 來 天蠍 對 我很怕天蠍座的人耶 你看 剛好知道你了 有知道你嗎 有 天蠍 我跟你講 我從小我就覺得 天蠍座是一個很可怕的星座 真的嗎 你受過什麼狀態 我跟她媽媽是天蠍座 她媽媽很好笑 可是天蠍座真的是 因為我覺得她 我覺得我會怕天蠍座 因為她的那個 她的那個落差就是 反應那個變得很快 就是說她有時候會突然讓你覺得 她好像是好好的跟你講 突然下一拍 如果你不聽她的話 她就會跟你翻你的感覺 情緒落差很大 其實太陽水星在天蠍的女生 她在告訴你說 我的手掌心 就是如來佛的手掌心 真恐怖 就是個孫悟空 反正你永遠翻不出我的手掌心 所以你千萬不要做一些 自認為天真 可愛又浪漫的事情 可是在她的眼中覺得蠢到不行 所以一旦有這樣的狀況的時候 你就會看到冷冷的眼神 接著是完全沒有高低起伏的語調 跟你說 你很無聊 好可怕 眼神跟語氣就一起到你的眼前 然後你就知道說 好恐怖 下次千萬不可以做這樣無聊的動作 不過王少偉 這個根據中央情報局指出 有一個案例是 聽說你白目到送女朋友補品 什麼東西 為什麼 你送她什麼補品 可是我覺得這很貼心耶 沒有 我要想講 那不是基金 那是什麼 就是你知道嗎 女生不是有時候身體不好 然後覺得她很不好 我送她女生 對 類似那種東西 她是一包一包每天吃的 豬醬湯喔 不是啊 她就是調理身體的 事物基金之類的 是事物嗎 就是她是一包一包 你買的你不知道是什麼 反正是調理身體的 她是講調理身體的 然後她那一包裡面有好多種 比如說什麼維他病 什麼都有 對啊 那個 還不錯啊 還不錯啊 但是 那不OK 所以動這個怪怪是不是 我不要 我生日才不要只收到這個了 那一罐也不少 很大一罐耶 可以吃兩個月耶 但是生日人家要那個貼 就是要 對啊 我寧願收到這個貼 所以我想說 你知道嗎 我想說這個比較 我是比較那個實際 這個務實一點 比較實際 但她身體不好 你送再多東西她也不好啊 所以你完全是為了她的身體 著想對不對 好 但是王少偉 我們大家都知道 她有一個非常厲害的外號 叫做 沒錯 為什麼要叫膠弟弟 膠弟弟是那個 有時候就是 但是比如說他們會看到 私底下就是 灑膠 對啊 那也不是 沒有 那也不是說 它是 你知道它自然而然 它會流露出來 那是沒有辦法去碰它 沒有 它那真的是自然 可是它並不覺得那是灑膠 我舉例說明 好 演唱會 比方說我們有 然後有吊鋼絲飛下來這樣 然後呢 就是難免會有勒痕嘛 然後或者是指甲 會去勾到那個鋼絲 有時候會稍微流一點血 可是我們在演唱會彩排的時候 在王少偉這邊就 有一點小破洞這樣 就有流一點點血 然後下來之後他就說 好痛 他們都流血了 好痛 他就一直這樣 持續的一整個下午 我們那旁邊的人 包括王仁甫都快受不了 你知道嗎 然後後來 後來就一直說 你膠弟弟啊 你什麼 然後後來他最後 有一點點不高興 他覺得說 那是因為我很真實 我才不像你們痛 都一直忍住不講 可是沒有 我要講 那個真的很痛 他那個沙漢 不然有會跳耶 就是你知道嗎 他是因為他球 會動 會跳啊 就很不舒服啊 每個人全是痛的方式 然後更可怕的是什麼呢 更可怕的是三天後 他還在 你也痛太久了 我要講三天後 是發生什麼事情 我在扭那個抹布扭到 我就發現奇怪 那個水有血 然後我就發現 我扭的方式不對 那個抹布這樣扭 然後他這樣皮就這樣扣著 然後血就這樣流出來 然後我爸知道要搖頭 他覺得你 他說我應該要 從小就讓你正常 對啊 要做家事的 黃少偉很少做家事對不對 現在比較常 因為後來一個人 開始住就開始接觸 因為黃少偉是家裡的最小 腰子 所以他父母親 對他是非常的疼愛 然後疼愛到就是他很多事情 就是他爸爸會幫他 爸媽都會幫他處理好這樣子 有一次啊 因為黃少偉就是給我 有欠我錢嘛 連這種事都講了 但是那個欠我錢是因為 他賣東西給我 對 我賣東西給他 他要給我一筆錢 那一筆錢還不小這樣 結果後來呢 他就一不知道他爸爸也沒空 所以他不知道怎麼辦 他不知道怎麼把那一筆錢給我 拿現金又很大很危險這樣 然後他從來喔 他告訴我說怎麼辦 他從來沒有到過銀行 自己匯款過 真的假的 然後更厲害的是 但是他也不會用ATM這種東西 我會 我會領錢 沒有 那是後來的 那是後來的 領錢 但是你說要轉帳那個 我就不會了 為什麼啊 你都沒有用過嗎 結果後來有一次 就是那個錢 他就真的沒辦法 他爸爸也在忙 所以他就一定要給我 然後自己跑一趟銀行 回來之後那一天 到公司我們開始工作 我說心情好到不行 問他為什麼 他說 這是我第一次到銀行轉帳給人家 我很緊張 我好怕錢快到別的地方去 後來我就拿那一張跟他講說 我還打電話問他說有沒有收到 他說我收到 我多開心啊 他是有人生的一個突破 真的 好爛 重大的突破這樣 真的 真的 很開心 這是算愛撒嬌的一種 其實還滿可愛的 可是因為你現在年紀也就不小了 做這樣的事就覺得 我知道 道歉 好 那黃玉榮會撒嬌嗎 他也會喔 他怎麼了 譬如說知道 我知道 譬如說我們每次去 有些上節目 叫他下去跳舞 不要一直這樣 不要叫我啦 他就會這樣 I kill我 就是他就會有這種 會來這種 拒絕人家的時候 對啊 你覺得你愛撒嬌嗎 我在男生面前還好 就是可能偶爾會有這種 剛剛少人的情形 就像娃娃音這樣子是不是 對 然後大部分都是 在女朋友面前 所以剛剛 你把她當女朋友撒嬌一次 娃娃音 還是你覺得難得不舒服 你可以對她 沒有啦 就是 你會怎麼撒嬌 就是比如說 比如說現在要去吃飯了 好 然後我就說 寶貝 肚子餓不餓 然後吃飯飯 好 唉唷 真的耶 真的耶 你看這就是 像我就不會 你不會 你對你朋友不會撒嬌 我可能真的完全沒有 怎麼會這樣 我不會講這種話 我也不知道 可是也有可能會 但事實上就是你知道 我每次聽到他 因為像我就會比較一樣 就是一樣的那個 就是比如說對女朋友 或對誰其實我都是一樣 那他們就有時候會有落差 所以我會覺得很不喜歡 以前小刀也是這樣啊 就跟我們講話是一個樣子 要拿起電話跟女朋友講話 用假音嗎 很可怕 這是愛撒嬌的意思 對 我們來問一下詹老師 怎麼樣子威靈動術的男人 是特別愛撒嬌的呢 有的人撒嬌很自然 有的方法不一樣 我們來給他做一個剖析一下 靈動術像這個五的 王少偉就這麼講 王少偉馬上中獎 45年次 55年次 65年次 75年次的 本身因為它天同心化路 天同代表小孩子 化路帶給人家喜感非常多的意思 是 它代表什麼意思呢 故作可愛甜言蜜語的意思 蜜言蜂語的意思 什麼意思呢 他有時候會裝一點娃娃音 來取悅他心愛的人 這是第一招 第二招可能是已經年過半百了 穿個什麼米老鼠的衣服在背後等等 第三個已經70歲了 穿個棒球裝也不一定 裝可愛 80歲了穿個球鞋也不一定 算是學小孩子 甚至有時候撒嬌的時候 把自己比成嬰兒 跟他女朋友講話的時候 還叫地方 媽媽 妳在哪裡啊 真的 有耶 我覺得你有可能會這樣耶 我跟你講 你剛才講的那什麼 70歲穿棒球裝 然後80歲穿這個什麼 我都會做耶 你有感覺是不是 我覺得我已經 那是我的 就是大概我的風格 就是會這樣子 他的特色就是說 他喜歡頭或身體 明明比人家還高一個頭 他會依偎在別人身邊 然後裝作好像無辜的樣子 裝個可愛的動作 會耶 我好像有看過少偉哥這樣的行為 有時候很容易會學這個 米老鼠走路了 我頭腦也要講話之類的 或再帶把女孩子髮枯戴在頭上 你看這樣子豬不此類的 豬不此類的東西 它特別特別厲害 或是帶一下女孩子的耳視一下 為博取她的歡心 這就是愛撒嬌裝可愛型的 好不好 但是我說的話密言同語 就是有時候學小孩講話 OK 好 其次就是靈動術我們說9的 49年4 59年4 69年4 79年4 89年4 是屬於更年生的 它比較屬於日夜名 代表什麼呢 中性打扮 形同姐妹 它最重要的是 它主要特色就是 我們走出戶外展魅力 它如何 有些人是在某種職場 某些場所 他會特別展現在自己的魅力 譬如我跟大家講 他可能是男生 他為了跟他女朋友一樣 可能跟他留一樣中性的頭髮 你姐妹相稱的方式 甚至於把他假髮戴在身上 搞笑就對了 是屬於這種方式 王仁甫 差不多 他會戴大人老婆假髮 裝酒的 酒 也大概是屬於這種型的 有時候他學女生講話 等等的 尤其是我說戶外 譬如他本身自己很會騎腳踏車 可是他最佳女朋友騎在前面 他故意在後面假裝不會 要抱著他貼著他這樣子的 也屬於撒嬌型的 撒嬌型的 或是明明在看電影的時候 我很喜歡看鬼片 故意知道好害怕 好害怕 這樣裝得 好像遇到鬼出來的 抱著他 要不怕這樣子 假死了 假死了 不是一個人講的 您告訴酒人 有點像C.C. 對啊 就是日文在撒嬌就有C.C. 有種 把自己性別有一點混亂的感覺 或是坐到雲霄飛車的時候 明明是故意找人家去坐的 故意跳上去 坐得很害怕 假裝流眼淚 抱得很緊 還沒開就開始抱很緊 整個意圖都表露出來了 但這種人的特色是在走出戶外的時候 這有魅力會特別厲害 了解 靈動術2年 黃色群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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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可愛 在看沒什麼 蚊子咬一個包 你看這不是好大一隻喔 我燈口咬我 就很誇張的那種 真的有這種人 有啊 明明是感冒 情流感 我已經已經有遺書了 你快來看我吧 裝飾 很可愛啊 很可愛 他是試免的 沒有你我睡不著 我快崩潰了 我有憂鬱症 其實自己在欠笑也一定 對 這個有 這個有 要是不滿大禮 或是自己手一點跌到了 擋個石膏有沒有 那在家裡頭偷睡覺 然後你朋友一回來 假裝在這邊幫他燙衣服 淚水跟那個 太誇張了 撒嬌啊 你的手也沒什麼多痛 只是扭到尾 故意打了石膏的狀況 就要演一下就對了 演一下啊 是屬於楚楚可憐有沒有 令人愛憐的 是屬於走悲情可愛路線的 但是呢 又撒嬌得滿成功的 是 大概是這樣 以居家互動更迷人的方式 是 好 靈動樹 五九二愛撒嬌的男人 那兩位其實現在的感情 目前都是呈現空窗的一個狀態 對不對 那其實你們會很期待 什麼樣的一個愛情嗎 期待 其實我啊 我比較 不會去喜歡就是 比我強的女生 比如說 哪方面 身高嘛 再來個性不能太硬 比我還硬 然後如果內在的話 比如說那家事不能比我 討太多 不能比你富裕 對 人家不是講說什麼 娶到一個很有錢的人 然後被少分 然後什麼幾年 我覺得 對我 就是工作也不能比你強 對 我會覺得那個 反而把我的自信心給壓低 壓低了 太容易被滅掉了 所以我 所以你算大男人的 再來 他喜歡小鳥依人的 對 我喜歡小鳥 那你應該找靈動樹二的 重量 重量 對 不要 這張搞不好很有用 對他來講很有用 對 他很喜歡照顧人家 對 就是那種被需要的感覺 對 因為他太強 他就不需要依賴他 所以他的期待戀情 是小鳥依人型的 好 那王少偉 我那時候好像之前跟製作單位 我一直想不出來 我到底喜歡什麼 後來我好像有歸納出 就是我喜歡的 就是能夠跟我一起去戶外 旅行 冒險 或者是說 我不喜歡就是 待在家裡的女孩子 就是把自己打扮像公主的 運動型的嗎 對 然後呢 比方說像 這幾例很快嗎 真的 我有點不想太快 可以把我講換嗎 好太遠 我也是不希望 就是說 也不想太強 我也不希望太強 你可以運動 但不要太強 你可以運動 但不能比你強 對 就是我跟你講 我喜歡就是能夠跟我一起 是從事戶外活動 不要一天到你待在家 但我後來結論就是 但待在家裡又可以把自己 扮得像公主一樣也OK 所以到底是怎樣了 這是能進能動最好 動過角度最動性則宜 對 雙面人就對了 雙面人 就是在外面要運動型 回到家要把自己穿成公主 可是我現在滿老實就是 競爭運動的樣子 競爭變成公主的樣子 你舉了一個競爭 太好笑了 競爭 回到家穿過紙裝 沒有 我喜歡比較好動 就是能夠從事戶外活動的地方 個性上是怎樣 看起來也比較健康 不會就是 我比較喜歡就是大額化青 那如果能力比你強什麼也OK 很難喔 有知識 我們講的是工作能力 你想要是不是很難 我說工作能力 你真的 好 比我還快 外型你會care嗎 對啊 我覺得如果符合我之前講的那個 就是能夠跟我一起 但是外型就是要 基本上要順眼嘛 那你怎麼不能一起旅行啊 唉唷 所以 所以你沒有固定的外型 是要順眼 對 好 我有時候不喜歡太漂亮的女孩 三種類型的讓你選 王欣玲 林志玲 記證 為什麼都記證 你會想跟哪一種交往 記證 不是 我剛才有講過 可是我真的有時候不太喜歡太漂亮的女孩 順眼感覺 對 對 我覺得太漂亮有時候會讓我覺得 好 就是有距離的假假 很像洋娃娃 看起來會怕它 好 我有兩位連理想情人也都告訴大家了 對 所以 思綺講情人 會出現嗎 對 那我們就要問一下黃老師 要受準的塔羅牌 在未來的一個月內 你們想的理想情人 或是觀眾朋友想的理想情人會出現嗎 好 這題很重要 因為這個語蕎來講非常重要 來看一下錄上來 A 是一個精靈的皇后 B 是精靈在倒水 C 是精靈在偷鳥蛋 D 是一個精靈的教皇 E 是十顆愛心精靈在睡覺 你會選哪一張呢 好 未來一個月 你的理想情人會出現嗎 黃宇柔 E E 好 黃少偉 C C C喔 鞋子也是C C 好 我是E E 趙老師 精靈在睡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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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詹惟忠老師 A A 好 觀眾朋友請趕快選定 你的理想情人會出現嗎 很可怕 好 準喔 答案是B 這個星星 我們把這個題目送給江老師 他今天沒有來 看一下未來一個月 理想情人會出現嗎 看一下 即將登場 敬請期待 有 但是 不要我那麼大聲 因為這代表是在下禮拜 下一個月它不會出現 是晚一點才會出現 因為心意代表的是 未來的牌代表是希望 應該是過了那個月之後 在三個月之間 沒有那麼快 但是牌是會出現 其實就是保證今年會出現這個 對 而且有特別的地方 如果你是單身的話 代表你已經HOT很久了 已經很久沒有人來找你了 真的 可能已經有蜘蛛網 或是說 還有蜘蛛網 特別的情況 要做一下清掃的動作 如果是 清掃的動作 如果是有對象的人的話 你們在未來一個月 雙方各自有一片天 你們在一起的時候很舒服 然後你們在一起的時候 也能夠享受這個 各自獨立生活的感覺 所以還是滿讓人羨慕的 真的 好牌一張 當然 好 再來看選答案是D 是教皇把答案送給謝元錦老師 他未來月的影響會出現嗎 儀式典禮點燃愛火 因為教皇代表的是一些傳統的儀式 譬如說像是法會 或者像一些婚禮 但是要講的是這個 像一些喪禮這種場合 不包括在內 所以有可能的話 加多一點這個 譬如說像一些法會 或者是一些相親也包括在內 能夠讓你這個桃花能量 能夠被啟動 所以多去這些地方 喪禮不包含 喪禮不包含 除非你要跟這個死人冥婚 那就不再死瀉 對 好 好 OK 接下來看一下你選答案 如果是A 跟詹老師一樣 未來月的理想情人會出現嗎 看一下 夢中情人 選擇 詹老師 詹老師已經有蹊小了 對 這個主要針對的是 第一個是單身的人來講 當然就是說 你會遇到一個 這個理想的情人出現 因為黃代表的是這個編號3 三代表的是這個成長 所以你會透過跟他互動的關係 來到這個成長的這個部分 了解 如果是你已經有伴侶的話 代表你是家裡這個女權至上 是這個太太長這個身殺大權 你是屬於這個只有聽命的份 就是有人可以管得住 不會有那種造勁的對 了解 好 再來看一下選答案如果是1 跟這個裕容 巧翔肖老師一樣 在未來月理想情人會出現嗎 過度時期 感情空窗 啊 自己空窗 電玩情人嘛 在夢幻當中嘛 對啊 對不對 電玩喔 夏小你特別的失望 你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為什麼你這麼失望 這是有種失落感 真的喔 他不好嗎 誰 阿丹不好嗎 阿丹啊 這個呢 這個聖杯時日的地方 是有一個結束的意思 可能 你剛結束一個上一段感情 然後你性上面 還沒有恢復過來 要進入下一段感情的狀態 算是一個中間的過渡的時間 那如果是已經有對象的人的話 表示你可能會面臨一個新的階段 譬如說你本來是約會而已 後來變成同居了 在下一個時間之內 同居喔 會不會太快 對… 只是做一個打比方而已 不是你跟阿丹 喂 看一下 選答案如果是C 跟協志 跟少偉一樣 在未來月理想情人會出現嗎 好 有打以上戀人會嗎 好 對不對 第一個 如果你是單身的話 代表你們可能 兩個人 遇到對象就是說 好像用手機 簡訊 或者是說MSN 或是無線電 除了輕電感應以外 所有的器材都用過了 兩個人超能療 療到一個這個 已經耳朵快要有火花了 嘴巴也快爛掉了 但是好像就差那麼一步 覺得好像還是不像是一個情人的感覺 然後老半天發現好像還是有點不太對 他不會運動 對 長得不像記證 感覺就出不來 沒有那個feel這樣子 然後老半天 後來發現 你怎麼跟男的在聊天 你搞錯對象 如果是你有對象的話 表示說你們在未來月內 會聯絡得非常頻繁 兩個人就是 電話裡面講 講個兩小時 MSN個五小時 這個情況是會照出現的 越來越有話聊就對了 對…會很難聊 好 這是塔羅牌的測驗 大家要小心 就是隨時都有可能會出現 你的理想情人 沒錯 但其實因為長不大 是有很多的這個原因 包括生活環境 朋友 跟本身自己的個性 都有可能會影響你的一些行為舉止 那黃玉蓉先生 你是什麼時候發現自己 應該要長大 還是還沒 我覺得有分幾個方面 然後我是以事業來講的話 對 就以前其實我 還是學生的時候 我還沒進這個圈子的時候 就是半公半賭 然後那時候其實 一個月有三萬塊的那個收入 對啊 然後其實算不錯 但是因為那時候就很愛玩 然後我就把那個賺來的錢 通通都花掉 然後那時候就是一直沒有想到說 又不可以以後著想 就是可能要存錢 不可以以後結婚買房子什麼的 然後後來一直到 進了演藝圈之後 就是有一陣子就是不好 然後那時候開始負債 那一段時間開始讓我覺得 這時候應該要覺悟了 就是 就是有挫敗的時候 讓你發現到成長 對 然後發現到那個 你金錢方面真的很重要 就要有金錢關係 之前都沒有任何理財關係 對啊 我之前都沒有理財關係 那你現在有在理財嗎 現在就是還不錯 還不錯 對啊 就是有 有開始在做這方面的那個投資這樣 嗯 那 所以你覺得在工作這一方面是 從那時候開始 那個時候 對 大概五年前 那至於愛撒嬌之之類的 這個應該還會吃 你們會想說什麼時候 可以改掉這個習慣 我覺得那還好 因為跟女朋友是很私底下的 女朋友應該還好啦 對啊 所以我覺得應該還好 還好啦 對啊 好 那兩位 最深刻的戀情 請說出護士 最深刻的戀情 刻骨明星的 刻骨明星喔 就刻骨明星的啊 對啊 有啊 刻在手上 什麼意思 就是 你刻在手上啊 沒有啦 就是因為吵架 這個也是嗎 兩個都是 兩個都是 有八耶 好重喔 又不是女的 你為什麼要這樣 這算很刻骨明星了吧 刻骨超刻的 因為吵架 然後你只有送她一個這個 送嗎 對 而且還縫耶 沒有 不是手表 那你的傷是怎麼弄的 發生什麼事後才這樣 就是因為 對啊 跟女朋友吵架 然後 那時候比較年輕啦 然後 我火氣比較大 然後跟女朋友吵架就是 那時候比較不理智 然後因為女朋友嘴巴很愛念 其實我滿說不了就是 女生吵架的時候還硬 硬要跟你一直 屁屁啪一直罵 然後那是因為我 我就是想說 我想停止這個爭吵 因為太吵 然後後來我就想說 我要想一個讓她停止的方法 但是我又不可能打她 對啊 後來我就選擇一面 自殘 一面那個玻璃窗 就是啪 我就把它一拳過去這樣 一拳過去 不要吵啊 結果拳頭沒受傷是這裡刮到 對 就是一抽出來那個 因為很利 好痛喔 那很深耶 那看起來很深 刃帶斷了三條 刃帶斷了三條 她後來就把它接起來 不然手不能動 現在不是手還是 有啊 她現在OK了 棒球都能打 對 真的很危險 那幹嘛這樣 這樣能得到她的挽回嗎 不行 後來就分手了 然後後來 可是這一拳啊 讓我改變滿多的 對於這個 感情上嗎 覺得韌帶對你的人生是怎樣 沒有 就是 其實這樣很容易 而且又傷身體了 對啊 結果後來呢 就 你說跟那個女朋友 就分了 對 王少偉 當兵的時候剛好 那朋友覺得就不適合了 只是她那個時間 就是在我當兵的時候 那其實 因為在當兵的時候 所有男生都知道 那個對於家人的依賴 或者是需要都 或者說對愛人的需要都會被 被貞 就是說你可能可能 原本喜歡她50分 所以你到當兵 可能會喜歡她100分 或者是說需要她100分 可是就在那時候 她離開你就會覺得 格外空虛 因為你在最需要她的時候 她離開你 是離開的 對 所以那讓我印象很深刻 因為我剛好又在外島當兵 然後那一陣子 好 外島最空虛了 對 那一陣子就變成說 因為你不可能跟不認識的人 講你感情心目歷程 因為你旁邊的這些同袍 我們都是 你都是來自四面八方 都不熟 然後我是過了半年之後 才慢慢就是走出去 開始走出去的意思就是 能夠跟其他人聊一下 我內心的想法 傷這麼重 隔半年 因為你超愛她 那半年就是你知道嗎 就戰哨就發呆 所以你超愛那個女的對不對 其實是還滿喜歡 射手座是這樣 就是她喜歡上一個女生的時候 她就會 就是把那個女生放在心裡面 但是她的外在行為 會讓人家是沒有辦法感受到的 就覺得好像還好 那你這樣變在心裡 你有想不開過嗎 那時候我還滿難受 想不開 所以 但是沒有 我沒有想不開 只是說 我後來就過了半年之後 我把這一段經歷 告訴我朋友的時候 我朋友想不開 她說她要代替我去報仇 去報仇 你那個女朋友 什麼星座還記得嗎 雙魚座 如果真的就是有一個 對象是要 出現 然後是要共度下半輩子 我會覺得就是 我會盡全力去把它照顧好 全心全力照顧好 因為我覺得家庭 要維持 兩個人在一起就是成立一個家庭 我覺得家庭 對我來講很重要 因為我也是 經過這樣子一個 美滿的家庭 然後到現在這樣 我覺得 就是要對家庭負責 你的小孩子才會快樂 經過一個美滿的家庭 到現在這樣 之前怎麼了 現在 不是 我的意思不是說 我再一點點 就害她很緊張 就你家裡面是很幸福 很美滿的 所以我才會有今天這個樣子 那我才會深刻體驗到 其實要有一個非常好的家庭 才會當一個小孩子 在一個健全的家庭下長大這樣 好 既然都已經聊到結婚了 兩位有沒有什麼 打算什麼時候 要步入自己的紅毯的另一端 沒有 有沒有規劃 人生的規劃 我會有一種想法 可能遇到一個 真的不錯的對象的時候 然後可能要跟他在一起 有可能要跟他結婚或怎麼樣 有這個想法 但是我會突然又另外一個想法 就是說 我有能力嗎 對 我有能力嗎 或是 我真的做得到可以跟他維持 其實這個我要幫男人講話 男人真的很辛苦 對 就是有那種壓力在 對 就是你要跟另一半 真的你要給他承諾 給他什麼的時候 你知道那個壓力是多大 你有沒有能力把他養好 照顧好他一輩子 對 黃少偉 除非說等到有一個我覺得 現在遇到了一個 然後我發現我的這個整個生活 慢慢在改變 那我也學就是 順理成章 我覺得考慮要不要 成家裡 都到戶外運動了 應該會碰到你去 不要說前進場之類的 其實每個人心裡面 都有一個小孩子的心 那對於同心未敏呢 就是還有小孩子心的人 他們最擔心的就是 我到底什麼時候 才會長大 而且我還會玩多久 所以就要問一下詹老師的詹譜了 好 這裡最有趣的是 你到底能夠玩到 中年 老年 還是少年 還是已經玩久 這個玩是指什麼 各方面嗎 包括主要是吃喝玩樂 也有的是比較靜音 當然有的是比較靜音於感情的 有的是屬於運動的 都有追求財富的 12345觀眾朋友 請評直覺選一張 我還能玩多久呢 黃玉蓉 我看 那是什麼 12345 你講12345 你在做本嗎 沒有 沒有 我剛剛真的以為是那個 你是真的看 你想說有毒是不是 我跟你講 1是拿著寶劍的精靈 等一下 2是一個老太婆在咬甘蔗 3是一個小朋友咬奶嘴 第4個是去腳踏車的老頭子 第5個是有個人掉在樹上 你先來一個 第5個 第5個 第5個好 要在樹上的 憑直覺 憑直覺 不用再附送一次了 不用 你再附送一次可能不一樣 不一樣 好難喔 第一隻是米老鼠 第二隻是糖老鴨 1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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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協志選4 我選3 趙老師 3 我選5 5 好 觀眾朋友也請評直覺 趕快選定 好 我們這裡只有2 是沒有人選的 我們這可能是 彰化的陳媽媽 或者聚會模 20分 分數越高 代表你玩得越開心 這也是目前最差的 每次最差都是給別人選到 滿不錯的 來 叫少年得志一時風 就是他在這個 吃喝玩樂 飆車 唱卡拉OK 開舞會 樣樣都精通 可是過了少年 年少之後過了之後呢 就收3了 可能做嫌妻良母 可能重新再做一個好爸爸 可能不再彷徨迷惘以前的過去日子 這個籤是不能玩到很久 但是從另外一角度來看的話 其實代表收3的意思 OK 少偉本身就是選1有沒有 叫做食水堂有沒有 不要難過 10分 江郎財經中年級 怎麼會這樣 什麼意思 我給你解釋一下 他到了中年的時候 他本身對這個什麼玩 吃喝玩樂 打撞球 羽毛球 或唱歌跳舞 已經算是沒什麼興趣了 陳如他剛剛所說的 他想有個家庭 對家裡負責 我不要再到外面去跟人家喝酒 啪啪 夜店 都不玩了 代表他玩的把戲已經很少了 也不再裝可愛了 重新要重新為他自己的事業 為他未來開拓一個更好的未來 好 其次就是我們這個 趙老師跟雨喬對不對 對 選了這個叫做 第三號題叫甘露海 老來翹 徐娘伴老 老來翹 你不要看她 她們兩個像這個端磚高雅了 50歲以後有沒有 露背 中空 載裙 真的假的 或是什麼 什麼半的 那個法拉 什麼法拉 頭腦 爆炸 全部來的 徐娘伴老 我想的不一樣 她是除了玩這個 50歲以後的 看清楚嗎 也能夠在50歲以後 玩得很盡興 林老入什麼 蛙蟲 蛙蟲 是說50歲 妳老了妳想幹嘛 我本來就想說 我想要就是盤起來 就很有氣質那一種 可能幫不到 要講夫人之類的 妳說的只是裝扮 還有就是心態 還有到了老的時候 那種愛情運 會更旺的意思 聽起來還不知道 那時候吃幼氣開始了 開心 這屬於這個時候 好 選這個4號的就是鞋子了 我們來看一下 他總是把他自己的愛情 把他自己的玩樂 畫一個小圈圈 圈圈外面寫了佛 你知道嗎 以這個宗教 信仰 或是很多事情 給自己很大的一個約束 其實他的心是很澎湃的 是很波濤洶湧的 但他總是畫一個圈圈 這圈圈可能是佛法 可能是法律 可能傳統的觀念 使他自己在這方面有所節制 這是屬於這種內在的 太準 真的太準 我跟你講我老把自己 框在這個框裡面 框死自己 但是其實我很想做很多事 可是就把它框在裡面 他一直把自己框在裡面 到了中年壯年還是一樣 這屬於畫地自現 給自己一個 警惕嘛 給自己一個約束 給自己一個要求 代表他不是很會 很愛去玩的意思 好 選擇這個我的是 黃老師跟這個玉龍有沒有 這叫做黃金大地 這個好喔 恭喜 最高分 他最近要去泰國啦 你看到沒有 小心啊 回來啦 回來啦 剛玩完了 難怪心花怒放 處處留情玩到老 這叫什麼大地 黃金大地代表說 宇宙的浩瀚 地球的無邊 任憑你東奔西奔到火星 到火星去了 是 也就是沒有所謂的 東南西北的差別 也沒有國內海外海外的 海內外的差別 這個就是說你到處去哪邊玩 都宜然自得 沒有年齡 沒有區域的限制 是一個很快樂的人生 也可以說活到老 玩到老的一個掛 非常好 也很快 不是啦 占卜啦 占卜的掛 所以你現在這個難怪 沒有任何想 難怪沒有任何想定下來的心 反正忙起來玩就對了 可是我是因為能力的關係 搞不好有能力那時候 想法就不一樣了 快樂就好啦 因為會想有能力的玩法 你不用擔心你就是玩到 玩到快老 你可以結伴找夏宇小孩 對 好運氣 竟然我那時候才翹 風運有蠢 好 謝謝老師的一個占卜 那今天也非常高興能夠邀請 你知道兩位來上我們的節目 那下一次希望兩位長大的時候 再來一次 好 好 好 謝謝兩位來聽見 謝謝 謝謝 謝謝老師 今天我們9點30分 要今天鎖定東升綜合台 開運鑑定團 拜拜